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汉奈文学家洪宽在《盐帖论》里写道 负在数数不在劳身,利在市居不在利庚 每个人都想发财,但是钱就像尼丘一样光滑 总是从你身边溜走 你好不容易抓住了他,但是无法留住他 掌握发财的一些套路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你努力折腾几次,财富就自然而来了 有舍才有得,发财不能空手套白狼 而是要舍得成本 如果你主动做好以下五件事,财富就能和你结缘 一,舍去脾气,和气生财 明朝的时候,苏州城有个做当铺生意的人 他姓张,因为为人和气,又上了年纪 所以大家都习惯称呼他为张老 这一年的年底啊,张老在当铺算账时 突然听到外面柜台传来了一阵争吵声 出去一看才发现是一个老头正在与自己的伙计吵架 张老一向信奉何其生财 于是赶忙劝阻,并让伙计向老头道歉 哪知道老头不依不饶,并不想就此罢休 活鸡小声对张老说 老爷,这老头我看就是故意找事的 前段时间他来店里,当了一些旧衣服 现在又想输回去,可是又不愿意还赎金 而且我一说话,他就和我吵了起来 张老稍微思考了之后,就让活鸡去做别的事情 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他先是和颜悦色地劝老头坐下 又语气诚恨地说道 您的意思啊,我明白了 毕竟快过年了 谁都想穿一身暖和的衣服 您也是我们的老顾客了 犯不着为这事生计 你先消消气吧 这件事我来处理 说完,张老不等老头说话 就亲自去取了几件冬衣 对老头说,这里面不仅有你的衣服 我还多准备了几件 你就拿回去给家人穿吧 这年头啊,谁都不容易 按理说,张老已经坐得仁至义尽了 可是老头似乎并不灵情 拿起衣服就走 一个蟹子都没说 让人吃惊的是 第二天传来消息 那个老头竟然死在了另外一家当铺里 老头的家人趁机上县衙 状告当铺老板 与其打了很长的官司 最后当铺老板赔了一大笔钱 才算是花钱消灾 原来,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并不简单 那个老头因为身上背负着巨额的债务 已经走到了绝路 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颇为恶毒的计策 那就是预先喝了一种毒药 然后去当铺闹事 一直闹到毒药发作 而他没想到的是 张老并没有给他继续闹下去的机会 处处忍让 真正做到了仁至一尽 不好意思害了这样的好人 于是在毒药发作前 又换了另外一家当铺 事情的真相传播开来后 有人问张老 是不是知道老头的手段 所以才这样忍让的 张老略带侥幸地说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 那个老头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 我只是按照自己一贯奉行的原则 去做生意罢了 这条原则就是和气生财 我觉得不管是对顾客 还是对合作伙伴 或者是对别人的什么人 都是要能忍就忍 不要太较真 毕竟啊和气生财嘛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张老板 不疑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 因为他掌握了和气生财的精髓 该低头果断低头 这不仅是生意人的一种风度 更是一种生存之道 对生意人而言 在经营的过程中 面对很多人很多事 都是不能够争强斗胜的 适当的忍让 妥协乃至牺牲 都是很有必要的 二 舍去执拗 变通 求财 周易里说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求 一个人不懂得变通 只是一根筋 哪怕他折腾了一辈子 都是穷人 就像对着一块石头浇水一样 无论你多勤劳 石头也不会开花结果 只要你用心观察 到处都是机遇 关键看你是否抓得住 有一个喜欢捡石头的人 他看到漂亮的石头 就放到了猪楼里 然后到集市上去卖 虽然他背着石头 汗流浃背 却没有人问家 还有人以为 他是一个疯子 男人不服气 用板车拉了几十块石头 去集市 结果仍旧如此 有一位学者对男人说 你要给石头取一个儒雅的名字 要把石头上的纹路描绘出来 过了几天 男人把一块石头取名为 猪八戒背媳妇 还是把石头上的猪八戒 打磨了一番 非常的醒目 很快 有人对石头挨不释手了 资产管理专家宋华涛说过 财富法则 碰到不合理的法则 说明你碰到了财神 与其大骂规则不合理 不如闷头发财 各行各业都有规则 并且不会因为你改变规则 那么你既要主动改变自己 去适应规则 多思考 多试探 你就能利用规则赚到钱 三 手续无知 翘干 得财 哈吉米德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翘起地球 想要赚钱之前 要先找到一个支点 靠野蛮的方式 可以赚苦力钱 但是不能够赚大钱 在工地上能够赚钱 在办公室也可以赚钱 在马路上也可以赚钱 不同的赚钱方式 效果大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读书 其目的就是获得智慧 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当一个人失去了无知 就会睿智地发现机遇 也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桥门 我的一个朋友 在网上看到别人做树叶画 可以当成工艺品 卖钱 他信誓旦旦地说 我的老家门口到处都是树叶 别人做的 我也行 朋友坚持了两个月 连一张完整的树叶画 都没有做成 俗话说 外行开热闹 内行看门道 开市容易 做市难 赚钱需要后继勃发 能力很重要 投机倒把也可以赚钱 但是不长久 还会异臭万年 四 舍去匆忙 慢慢聚踩 春旧时期 齐国的燕子 受到了齐景公的厚爱 大小的事情 都要经过他来决定 有一次 齐景公去渤海边游玩 有飞马来报 燕子得了重病 命不久矣 齐景公非常着急 亲自驾着马车 往燕子家赶 可是他觉得马车不够快 急着跳下来 奔跑着前行 身心的人都提醒他 一刻人跑得再快 也不如马车快 古人说 欲速则不达 如果你急着去拿钱 反而会犯急功近利的错误 陷入到困境之中 钱是和社会 人脉关系 家庭 给予 道德素质等 有千丝万缕的 关联的东西 你不能理顺关系 那么你在赚钱的路上 就会被某一件事情困扰 就像跑步的人 被石头 扮了一样危险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 辛苦得来的果实 不要一口气把它吃完 真正会赚钱的人 从来不急 而是走好每一步 等钱进入口袋之后 努力 减慢 花钱的速度 注重 开源 节流 就能够 浮起来 五 舍弃 私心 仗义 输财 道士 道士 和夫说 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 只要能够舍弃私心杂念 一心只为世间和他人的利益 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不仅不会遭遇阻碍 而且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 礼记 大学里写道 忍者以财发身 不忍者以身发财 春秋时期 陶珠公是一个生意人 发财之后 很多人慕名而来 要么借钱 要么讨要发财的方法 他从来都不会拒绝 有一个叫齐顿的人 问陶珠公 怎么才能够赚大钱 陶珠公告诉他 回家去养 母牛 母羊 还送他一些资本 过了几年 齐顿也变成了夫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人在社会上混 不要过分地自私自利 要做一些仗义输财的事情 结交穷苦的人 这样的话 才能持续致富 为自己留下真正的人脉 古人讲究后德在物 也就是说 尊重仁义 道德的人 才配得上万贯家财 命里有时 终稀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人生无常 得到和失去 都是命定 原来原散 都在天意 无论是名利 还是感情 那些属于你的 一直都在你身边 那些不属于你的 兜兜转转 终究离开 上帝都是公平的 为你关了一扇窗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门 时间让你失去了天真 给你了成熟和坚韧的心 未来让你失去了庇佑 给你了成长和贤轻的性格 这世界有舍才有得 只有明白了失去的苦楚 才能更好地学会珍惜 所有失去的 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回到你身边 你什么都不愿意失去 那么你就只能抱着 现有的东西 苦苦支撑着生活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一个做五彩时 生意的商人 想要在行业里排第一 就去拜访了一位禅师 希望得到指点 禅师说我们去爬山吧 爬山的路上有很多五彩石 商人看到了就马上捡起来 觉得自己赚了一笔钱 到了半山腰 商人再也走不动了 因为袋子里的石头太多了 商人说你一直背着石头 怎么能够到山顶呢 商人顿武 从此学会了边走边扔 声音更加旺盛了 你总是盯着钱 是不会发大财的 学会剑走偏锋 创造发财的各种要素 想要截足先得 使用巧劲 轻装上阵 道义先行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